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始爱多美之前呢我为了找工作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是对我来说找工作在小时工真不简单 因为我有障碍所以我找不到工作 但是爱多美不一样 随时随地为男女老少会给我们带来工作的机会 我第一次有了可以工作的机会 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盲人是一个大障碍 但是在爱多美这不是任何问题 这不成人文问题 其实在这里最大的问题不是障碍是我 因为我没有自信 他们会抱有偏见 如果受到拒绝的话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一直在担忧 但是每次我会问我的合作伙伴和我做推荐人 问很多问题然后学到了他们的秘诀 我开始有自信了 因为我懂得怎么去亲爱多美了 我到我发生了变化 我自己发生了变化之后 我的事业变得更好 有些人问我 你还年轻能不能找一个别的更好的工作 刚开始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现在有可以回答了 毕业于好的大学也不能找到工作 而且我有障碍 我找工作 就不会找到这样没有歧视 没有这样自由的 这样让我高兴工作的地方 这是爱多美是唯一的地方 是不是我选择的特别正确呢 我周围有很多盲人是爱多美事业者 就像我的推荐人那样 我也想成为他们的坚实的后盾 更进一步 我也要告诉大家 能够让大家拥有自信 我这次机会想对很多人表示感谢 首先我的家人 他们一直相信我 一直帮助我 谢谢 还有我的推荐人 我要挑战成为 最终其销售大师的这一次 我能感受到很多人都在帮助我 都在关心我 一直在帮助我 一直在引领我 非常感谢 最后 我想我自己表示感谢 我真的很辛苦了 我觉得 在我的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幸福 我想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拥有幸福 帮助更多人 谢谢 很多人现在给予这位销售大师热烈的掌声 非常感谢你的发表感言 希望你能够在爱多美实现更大的成功 加油 加油 待會兒